记者王寒平台南报道,大红社区打造绿川为文创大街,11月4日封街办理绿川流水市集,近40个摊位,包括艺术、音乐等文创,欢迎民众前往体验一日艺术生活。 南市文化局表示,88年展开流经新盈的加南大尊绿川景观营造,明年度将拓宽绿川两岸道路大红社区计划将绿川打造为代表新盈的文创大街,将在文化局新盈区公所支持下陆续推动。 先行启动的绿川流水艺术市集培训中心计划,开始招募艺术家、街头达人以及对艺文有兴趣的民众展开交流与培训计划,11月4日上午10点在绿川境中正路段办理封街活动。 大红社区在建筑师里昆森协助规划下发展艺术聚落,4日当天活动性职位一场实验型的艺术市集,推出许多新的尝试,包括除了募集新盈的艺术家来发表其作品,并准备快闪摊位,提供给想尝试当街头达人的素人报名一小时摆摊活动。 另有乐团梅河活动,向筹组乐团的音乐人及缺乐手,歌手的乐团可前往梅河,现场也有创意摊位设计的行动小车展示,希望透过办理事集来提升艺术气息,想当素人艺术家的伙伴可留下资料,日后会有更多培训交流的机会。